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正 歡迎收看正在玩什麼這個節目 那麼本週又有活動賽事 叫做冬日宋哥賽事 那這個活動可以得到什麼呢 如果你第一關過的話可以得到這個 聖誕鈴鐺龍 好如果你第三關過的話可以得到這一隻 北極龍 如果你第八關過的話可以得到這一隻 小提形龍 好那我目前過到第十關還差一個金幣 我們就來收集金幣吧 好按下去金幣 耶 雪花龍第十關過關了 領取 好的那又到我們月龍繁殖教學的時間 那本月的月龍呢叫做黑冰龍 我們來看一下繁殖說明 點這裡 他說如何繁殖黑冰龍呢 使用兩隻合起來 具有流水火焰金屬大地 這些元素的魔龍 就有機會繁殖出黑冰龍 那這四種元素呢 你可以一配三 你也可以二配二 都有可能會中獎 那我這邊推薦大家一個我個人覺得比較好的組合 那就是火龍加上鐵鏽龍 那長什麼樣子呢 來帶大家看一下 左邊這一隻就是火龍 右邊這一隻就是鐵鏽龍 好那一定有人會問說鐵鏽龍要怎麼繁殖呢 很簡單 鐵鏽龍就是用水龍加上牛頭龍 左邊這一隻就是水龍 右邊這一隻就是牛頭龍 好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黑冰龍的三個屬性 第一個屬性是傳奇 第二個屬性是虛空 第三個屬性是金屬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的那今天的遊戲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小鎮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祝大家都能夠得到這一隻黑冰龍 掰掰